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在上周五是创下了过去一个半月的最高点 上涨0.18% 收盘是收在呢3390点 同时呢深圳方面也有0.01%的轻微上涨 那么在欧美方面也是同样 欧洲方面最少上涨了0.4% 三国英法德最多的上涨1.2% 美国股市也是继续刷新高 标普500上涨0.7% 道琼斯0.9% 纳斯达克上涨0.8% 继续刷出过去几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同样黄金在上周五晚上呢 是连续第十一天上涨达到了1322的记录 石油价格则轻微回调1% 回到了61块4毛钱附近 但是油价在过去三周也都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另外比特币在过去的周末呢 终于上涨了16% 回到了16000美元的范围之内 那么在外汇方面呢 美元指数在上周五晚上呢 继续下跌 目前几乎来说又到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2018年看似迫不及待就要起飞的奥元 这每到这新的一年啊 大家可能呢 又想到啊 在中国的朋友们呢 又可以换钱了啊 美人每年五万美元的额度又回来了 所以很多朋友关心那个问题呢 就是并不是什么时候呢 可以请我吃饭啊 而是呢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去换钱 比如说人民币换美元 或者说奥元换美元 那么一想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能大家就会想啊 这个麦克是个好人啊 我可以打个电话问他一下 他非常专业 那我非常大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但是呢 各位如果每个人都给我发一个好人卡的话呢 这个似乎啊 这个不太好啊 因为我们知道呢 要这个时候幸亏啊 我已经成家了 要不然的话呢 每个人都说你是个好人 这实际上呢 还是挺不好的啊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咱们继续回头说 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无一最关心的就是奥元的走势 啊 我们知道现在美元在去年加息了三次 今年据说也得加息三次 但是美元 或者说美元指数目前依然是在过去两年的最低价 特别是澳元呢 已经连续从0.75上涨了300多点 目前达到了0.7860的高度 大家可能会想 为啥这澳元涨得这么高 它什么时候可以跌回来呢 首先 我想跟大家说的时候呢 就是判断澳元涨跌的三大因素 啊 让我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第一 铁矿石价格 第二 中国的经济走势 和第三 美元的加息速度 虽然我们知道美元 或者说美国要在今年三次加息 但是呢 很有可能三次的间隔都会比较长 而且重点会放在后半年 因此 在前半年虽说有一次的加息 但是对美元目前的经济情况来说 应该说还是赶不上美国经济的热门强度 另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铁矿石的价格 目前铁矿石价格再一次回到了530美元以上 换句话说 就重新回到了现在的长期上涨线以上 那么中国有句古话我们知道叫做母平子贵 那么澳洲铁矿石和澳元的关系就似乎就像是母子一样 所以澳元的上涨很大程度来说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铁矿石或者说是整个矿业恢复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分析一个问题要讲道理和摆数据 刚才是讲道理的部分 如果我们从技术指标就是从讲事实 讲数据的方面来看的话呢 毫无疑问可以看出从2015年2月底到现在 澳元的走势基本上可以用一根斜线 从它的底部来划出 几次下调均没有打破之前的一个底部 而且目前呢已经回到了现在周线级别的通道线中间 那么很有可能一旦冲破这个通道线以上 澳元将最终形成一个反转上涨 可能这个时间会需要两三个月 也有可能需要半年之久 但毫无疑问的是澳元在缓慢上涨这么一个趋势 已经定了基调 那么这个呢是长期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关键地带 但如果我们回到短期30分钟 不妨可以看到呢 从最左边2017年12月到现在 即便是30分钟图澳元也没有走出过一次下跌 所以在现在我们发稿失指的话呢 澳元目前又到了30分钟的边界线 一旦它打破并且形成关键下跌 那么在短期澳元将会出现一个小幅的下调 但是还是那句话 长期已经明显摆得那么清楚了 短期即便是下调 好我们也必须快进快输 有赚就走 切记长期持仓做空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分析 最后今天晚上并没有一些重要的数据 因此呢我们今天晚上不需要对某一个特别货币有特别的关注 好了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